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带来古风i5的刷机视频 首先我们从论坛上面可以下载到这个古风0107的卡刷包 i5的现语刷中文的REC的文件 还有新版单口刷机工具 多口刷机工具还有驱动 我们把这下载的除了这个卡刷包 0107的卡刷包以外切到了全部解压 解压之后就得到这些文件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驱动 我们首先要为电脑装一下驱动 我们打开驱动 好,我们找到这个系统文件 将这里面有两个文件替换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方法的 我们打开这个文章看一下 首先我们找到这个USB SER的这个文 这个文件 将它复制一下 然后替换到Windows SYSTM32的这个目录里面去 好,我们找到这个这个目录 好,我们找到这个这个目录 然后替换到C盘的这个目录里面去 然后将它粘贴 好,我们再看完看另外一个 找到这个文件 也是同样的方法将它复制一下 然后替换到这个目录里面去 然后替换到C盘的这个目录里面去 好,第一步已经操作完成 然后我们来安装一下下载工具 然后我们来装这个PL2303的工具 再来装这个Driver干USB的这个文件 MTK 大家跟着我的步骤一起来 我们找到V1.1121.0这个文件夹 打开它 点击这个 好,我们找到这个文件夹 后面的这三个全部都要安装 第一个我们不用管它 那边打开 下车 这个文件夹 在七个全部只是 уг安装 但是我们 empresas 考虑 那边边不用了 这样一条 哎器 我把他双管 kap ** 我知道 好到这里工具刷机工具 刷机驱动基本上已经安装完成 可以工具已经安装完成 然后我们来检测一下这个电脑的环境 系统环境 我们找到这个这个文件夹 然后打开它 我们点击这一个 刷机它 好到这里我们的驱动已经全部安装完成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